好,我们这五台的已经组装测试好了,我们现在在产品介绍一下 这个显示屏,我们这个插章 上面那个叫产品1是我们通过这8个按键可以选择产品 最大可以选10个,然后这个N是代表报警的次数记录的 那这个是一个灵敏度,超过这个三脚架这里50就会报警,就相当会增加一次 那这个是一个灵敏度,检测金属的灵敏度条件 那这个灯是一个电源指示灯 这个绿色灯是我们软件运行状态指示灯 这是一个交流电的一个电源指示灯 好,现在我们用三个标准测试号来测试一下 一个是铁1.0,一个是飞铁1.2,一个是不锡钢1.5 好,现在我们来检测一下 那边现在是零 好,先测一下 这是1.0 铁,好,这是一个一测 这是 飞铁1.2 好,这个不锡钢1.5 好,这边 测一下 这个 铁1.0 这个 飞铁1.2 这个不锡钢1.5 铁1.0 飞铁1.2 不是钢1.5 不是钢1.5 这个铁1.0 1.0 好,是铁1.0 不是钢1.0 不是钢1.0 这个也是 铁1.0 铁1.0 飞铁1.2 不锡钢1.5 五台机器都测试供买OK 三个标志测试都挺好